《啤梨漫步》逢星期一至五 六點至八點 主持啤梨林匡正 和你分析時事 狂追猛打 主持啤梨林匡正 有網友說 當時你們去的目標是港島私階樓 我沒有那麼高 但是我小時候已經聽見 那些什麼三仔主義 樓仔、老婆仔、三個仔、仔 車仔、人仔、樓仔 車仔什麼有車嗎 車仔、樓仔、車仔、人仔 車仔、人仔 都是的 我倆沒有什麼 但是當時真的充滿希望 社會 向上發展著 樓仔的樣子都不同 樓仔現在你看一下 樓仔在街上 樓仔在統計的電話 樓仔說不要啊 不要說小事啊 加油啊 正能量啊 樓仔什麼時候走啊 樓仔就這樣 要什麼搞啊 好了 今早在荃灣牧面下 村一個草地 有個男子倒臥身亡 手狂有把手槍 送去人際最終證實不治 據說呢 死就是荃灣警局 一名刑事調查隊 要是CID 要是DIT 要是直立隊 藍精緝警員 警方檢獲圍書 內容呢 就提及有些不開心 還有有道別的 沒有資料顯示 和工作問題有關 但是我看另一個媒體的報導 就說因為工作壓力的問題 輕生 就不知哪一篇了 工作壓力問題 是不是這樣看你怎麼演繹呢 可能在圍書裡面說 工作環境不開心 未必是嘗試壓力過的 有同事之間 我不需要你 沒有去講他幾歲 警察也好 我覺得有甚麼事 就說 尋求協助 就不用走到這一步 我真的覺得 無論是甚麼職業 不用走到這一步 吞槍 幾兩九僵 好了 昨天 我真的不明白 十二歲 持通行證 的男童十二歲 說不戴話勢 不用 和家人入住路環一間酒店 兩點多下午 和家人說要去酒店泳池游泳 7分鐘之後 有名酒店男住客發現 男童在泳池底部 下水拯救 由酒店職員報警求助 消防下午三時接報 到場經過檢查 男童就沒有呼吸 我們不要說那些怪力亂神 甚麼鬼折那些 酒店泳池真的沒有甚麼理由沒有救生員 救生員會不會看樓呢 是會的 但是 我不知道昨天是不是很忙 很多泳客 看不到他坐得高 那些泳客也看到 在河底 在泳池底 這些等澳門司機去查 但是你說 真是欺三亡欺水 真是你 不知道 可能這個年輕人會游泳 所以家人人 又不是放心 現在十二歲又不是太小 那你說 好了 那 雞叔 林國強離世 真是傳奇人物 一百零 只是一百零五歲 這下都傳奇 我們聽雞記雞記 這麼多間新徒江 九龍城都有 廟街也不用說了 講那麼久 江道上面 也有很多傳聞 那些就不要說了 近來其實我不知道 大家知不知道有間麻雀館 都打算要招頂 找新入股 應該在外面很多人都知道 那 我不知道什麼情況 當然是說 年紀大 那樣 那樣 我心想 如果很好撿的 又出不需要這樣呢 還是有人想 沒有眼看 標美會呢 都不定的 無謂搞 就算有錢賺 又不甘心 因為你不賺錢 就難些 好了 但是又沒眼看 現在這樣的情況 都不定 好了 林國強 但是我不看 那些報道 我又不知道 原來他做過騎士 我真的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只是雞叔 怎樣吃得開 怎麼看那些 道上的兄弟 那些故事就聽得多了 那 繼續 林國強 在上個月18日 安場零勢 享年105歲 什麼都不用說 一百零幾歲 上個月18日 即是7月18日 下星期一設領 OK 根據這個報道 他八歲開始 就睡麻雀台 當個警察 做過葉餘騎士 贏過打比 當然 那時候是打比 當然不能和現在比 但是都是一件大事 你說葉餘騎士 但當時不是葉餘的年代 是啊 當然啦 葉餘年代 但是葉餘年代 也是一樣 大家也能夠想到的 OK 如果葉餘足球年代 是比我們葉餘足球年代 是比我們葉餘足球年代 更加輝煌 如果我們講回以前 就 正正 今天反而這片文章 我看下去 他們真的很 在那個年代 真的很前衛 你記住了1805歲 1805歲 即是19年出生 是吧 如果這樣算 1919年 就是那一代的人 正正是因為她騎士身份 雞叔林國強 才可以在宴會上 解厚到她的老婆 Betty王培太 OK 好了 Betty曾經留學 你想想那個年代 被封為Chatcha王后 雞叔當時當然和她們 不當互不對 就算你有錢 也不是那樣 你不要說爛鬼 你麻雀館而已 人家真是千金小姐 不過兩個人竟然先斬後袖 簽子私奔去日本旅行結婚 出發前一天 在國大報章 遇阿斌結婚啟時 好 悉啦 遇阿斗結婚啟時 那兩個都去了日本 在當時來說你真的咬他不肯吃 謎以成催 那時他們這對男女 其實我真的很遺憾 我不記得了 我臨入studio 之前 我下載一些照片大家上去看 那時我們見到雞叔 我認識 當然我不認識他 我認知這個人的時候 都已經是垂垂老耳了 二十年前都八十多 人人都會這樣 原來你看回他年輕的時候 不要說騎士 跟他太太的時候 真的狼才女貌 人人都沒辦法了 時間真的很恐怖 好了 當時他們認識三個月就閃婚 兩個人雙半一生 這件事都難的 林太十年前因為患肺癌 才行一步 十年前就是2014 好了 雞記蚊在管第二代負責人 雞叔林國強 浸信會醫院 上個月18日離世 享眠105歲 下星期一就在紅磡上舉辦 雞叔家人 多謝各界關心 其實我們總是選擇 下星期都出併 先發喪的同心問界 我們特別都沒什麼聽到 他說前藝牙調念的白金 全數捐給長者前線機構 至於雞記當然要講一下歷史 雞記麻雀館 就始於他老爸開 就是雞叔老爸 林坤 開一間雞記士多 建政本港近80年來的麻雀業 真的沒得談 林坤在30年代 雞叔當時也是十多歲 開了雞記士多 雞記士多 就是樹多間 還有招呼街坊 吃糖水 吃花生 後來就演變成為 最迷腳 開打麻雀 當然了 現在的風氣沒那麼多 以前的麻雀風氣很好吃 我成長70年代也是很好吃 林坤說 更加沒有娛樂的 三四十年代 每台贏錢 就抽兩個先 放進水箱裡 雞記麻雀 就是由此而來的 好了 其實我們小時候 或者現在個別 有些環頭環尾 士多後面 都可能還有這些 你應該見過 其實抽水打麻雀 這些真是由來已久的事 原來香港的麻雀學校 麻雀館 是由這樣開始的 好了 好了 林坤就是雞記的老爸 雞叔的老爸 好學不學 嚴上去吃鴉片 生意就給他老婆 就是萬分瓦駕 那時候一定是 黃鏡 黃鏡就開始買地 首先買了廟街 五個舖位 我想就是現在雞記那裡 就是沙田買200萬平方尺的農場 五尺就是一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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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尺就是一毫 五百尺就是一元 五千尺就是十元 五萬尺就是一百元 五十萬尺就是一千元 買二百萬尺就是用四千元 當然那時候是三四十年代 四千元就非常之大了 但是大極我想和現在都沒有得比 就算算那個通脹也好 好了 在那裡買了什麼呢 買了二百萬平方尺 在沙田 雞記農場 我有空也要考證一下 雞記農場二百萬尺 究竟是哪個位置呢 那黃鏡呢 就是雞叔媽媽 就用這個農場去賣桃花 就種一下 就是種桃花賣蓮花 又賣一下金 那些 林坤呢 雞叔爸爸就以此為養老 是桃花園 除了他在那裡吃鴉片之外 又養孔雀 養穿山甲養鱗魚 嘩這麼爛 不過他沒有養孔 沒有養孔馬先 沒有啊 孔雀穿山甲和鱗魚都很爛 不問世事 黃鏡去世之後 那雞記就直接由他的 第二仔仔雞叔 林國強接手 當時 麻雀館贏錢的客人 每元一局就放錢入箱 抽水百分之五 所以 就有個透明的水箱 就是 大家看到你們的水 一元也好 五號也好 三號也好 1956年 港英政府發了一百四十四個娛樂牌照 這個我就真的懶了 這麼說的時間 其實 他為什麼 有什麼因由 要在這個時候發一百四十四個牌照出來呢 我以前是有聽過 但今天忘記了 我不要做考證 你有沒有 我記得有沒有印象 我以前是有聽過 為什麼那時候要發一百四個 我記得除了娛樂牌照 除了麻雀之外 又有天狗 十五烏那些 我記得是有 但是 因應什麼事發的牌照 我是有聽過的 這個典故 我今天真是不好意思 我看看補回來 我今天不夠時間 好了 第一間 獲法牌的 就是雞記 雞記 所以這一盆收水生意 一直由五 六年做到現在 06 76 76 pollen 0626 06 26 2016 就是在68年了 我跟大家說 麻雀館祖巔峰的時 真的真的sel alden誇張 雕 preoccup acceler 有一段時間是得過的 但是 譬如你說 97年後 到2000年ourの階段 連麻雀館都可以 但是 25年之後自由行 加上一些跑馬仔 又回落 雞記 曾經由馬地九龍城 新淘江觀塘 地區有幾間金店 新淘江觀塘 新淘江觀塘 繼續在2018年的訪問說過 他說他8歲就睡在麻雀桌 由他父親到他 其實就不太喜歡賭錢和打麻雀 這麼溫馳 他說當過警察又做過業餘騎士 在60年代贏過打給冠軍 後來從父母手上獎雞記 當然 剛才說過 他最為人忠忠樂道 就是他和他老婆的愛情故事 當時的騎士 其實60年代騎士 頭昇地位 真是 你說是否等於明星 可能如果是厲害的 是比明星更高 當時的鄭蒂慈 踢球之前的李慧堂 姚昌賢 你問回爺爺伯的那些 甚至是比明星更厲害 就算去問李慧堂高佬 他們遲些 六十年到尾 女粉絲獻身 每天 咪前咪後兩件事 每天的女粉絲 在藍牙會 他們帶了東西 讓他們簽名 帶了湯 不在話 如果鏡頭拍不到 大家心中我做 那時我問我有個老友 叫做高魯杜 他經常說 咪後來哪一輩子 咪後話 咪後來哪一輩子 咪後來哪一輩子 搞定不搞 因為他們有什麼責任 他們有什麼責任 那時候地位不同 你現在就說MIRROR那些厲害 那時候真的很誇張 他其實在賽馬會的表演 和朋友的宴會上 遇到他這個老婆的黃佩蒂 Betty 這樣就是了 如果不是有那些上流社會的宴會 你哪會認識到 為什麼這麼小子 讀書Churcher 王后 而且 他是小過雞叔11年的 即是說他20出頭 雞叔30多歲 那就正正是這些故事 千金小姐 遇著這個 跟他平時很不同的人 哇 是騎師來的 壞人 他說是某一程度 你知道馬圈裏面是華洋集廁 那時候華洋當然只有一格 但是有人打給冠軍 連那些 洋人 連馬師 洋人都跟他圍在身邊 他雖然又 但是他又做麻雀館 為什麼要先斬後走 父母一定不喜歡 哇 怎麼搞錯 和這些人走 想都想到 哇 但是 天又有情故事 不過這個就沒有發生悲劇 老實說 男人不壞 女人不愛 這個是一定的 真是沒得商量的 好了 於是他們不用說話了 千斬後走 喂 後來林國強成為黑牌生 黑牌生即是甚麼 即是大師傅 即是叫撕掉 現在都很少這樣說 即是師傅 就是師傅 即是不是牌子 嘩 拿著粉紅色的開篷跑車去接送Betty 嘩 粉紅色的? 是啊 開篷跑車 粉紅色 你放心 你很難不暗他 都沒見過這些人 這麼浪漫熱情 當時雞叔又沒有戒指 又沒有花 只要跟他求婚 嘩 多醜豪氣 真的厲害 Betty 你嫁給我 老實說 我不是富貴人家 未必可以供給到你甚麼 你多醜 Betty 黃小姐就說 我只要穿領衣 雞叔當然連亡答應跟他們說 這樣就可以了 一旦領衣 他們做騎士的麻術館 是能夠合作的 當然他們想不到後來 這個麻術館彈到這麼厲害了 好了 於是他們兩個人就出發到日本 出發前在國大報章 國大報章的時候有很多份報章 但是這樣啟舌結婚呢 你不要來 你一生 先手一生 你們現在愛到這麼熱情 多少人三個月 到了2014年 林太肺癌就過世了 兩個人結婚之後 有三兒子一女 暴動的時候 雞叔把老婆和子女 送去溫哥華 自己又在香港打你雞雞 就由六七年 左派暴動 到現在都是這樣 問題是有沒有能力 嘩 沒鬼屬感 沒甚麼的 喂 香港精神啊 很滑仔 好了 他的耳仔林偉才 這個白頭人送黑頭人 比較慘 94年肺炎去世 太太也傷心欲絕 十年之後 太太也肺癌去世 繼續 他報道說 在他太太的臨場上 沒有流過一滴眼淚 一直裝作沒事 你不可以怎樣 他太太過世的時候 其實都百十幾 你繼續自己長壽 他說 他接受訪問的時候 都分享過幾個歌 我這樣就應該播這些歌 Oh my love my darling Only you 和You belong to me 都是他和太太以前 唱過和聽過的歌 當然啦 江湖上面的東西 我們更有機會再講的 都是傳奇 傳奇在 105歲 是 105歲 由這個 靖民地時代 剛剛到現在這樣 那又是一個時代終結 如果你們那些 真是文人喜歡寫 是吧 沒辦法啦 大家人年紀大了 欣賞一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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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